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分享这些书目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CCTV读书 一周读书之选榜单 CCTV读书之选 一周榜单 光阴 作者 身负于 大地上的事情 作者 伟岸 红楼梦日历 作者 红楼梦 惊雅生活设计中心 我们马上有请我们今天 第一本书 光阴 他的作者 身负于先生 为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的作品 大家好 春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从迎春神 春神长得很奇怪 它长得 人的脸 鸟的身子 住在 东郊的山里面 在一个小苗里面 那么是哪一天 要去迎春神呢 是立春 立春 是中国 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一个节气 那么呢 我们下面呢 就可以看一看 我们 过去的 在乡村里面 很多小朋友 都会唱的 一首歌 二十四节气歌 就像这一首歌 村雨 林春 进谱间 下大风 下出乡连 秋楚 鹿秋 岸 冲降 冬雪 雪 冬 小大汗 上半年 风 六二一 下半年 风 八二三 每月两节日七明 最多要差一二天 一年有24个节气 每个月两个节气 每个节气它又分三后 比如说我们拿雨水来说 在雨水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水塔开始捕鱼了 紧急着就会看到大烟从南方飞过来 往百方飞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树上 长得很小很小的叶子 一眼开始长出来了 那么在雨水这一天 同时有很多的花开始开了 新开的是菜花 所以说我们门眼看到的在南方 看到到处都是菜花 非常美丽 菜花开完了以后 是杏花 一指红心出墙来 新花开了 新花开完以后 是你花 你这树开的花也非常非常真美 如果你这花开完以后是什么花呢 是桃花 当桃花开的时候 已经是下一个集气了 是金泽 我这本书里面写的就是二十四个节气 立春 雨水 金泽 二十四个节气 那么这本书里面 每一个集气呢 都配了一幅插图 插图是 请的是南京六合 真正的农民画的 农民画了二十四个节气 为了画这些画呢 我就到农民家里面去 跟他们现场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去了以后 一个画画的农民 平时就是以前给人家画的门绳啊 画的年画啊 那么我去了以后 提出我的要求 我说想画二十四集气 他说好啊 拿着一个长板凳 放在屋门口 然后坐下来 我们就聊这个集气 聊得很开心 那因为集气就是他的生活 他非常熟悉 很快就给我画好了 而且画得非常生动 色彩也是非常鲜艳 非常美 为什么他们对集气这么熟悉呢 集气就是他们的生活 他们什么时候耕地 什么时候播种 什么时候收获 根据集气来的 但是这个集气 它不仅仅是指导我们的农师 指导农民怎么去种地 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作用 就是乡村里面的人们 根据每一个集气 他会去祭祀祖先 跟鬼 跟神 跟人 去打交道 比如说清明集 要祭祖 立夏这一天 要去祭火神 叫祝荣 在秋分这一天 要去祭月神 祭拜月亮在圆子里面 点上蜡烛 放上水果 祭月神 在冬至这一天 又成为鬼过年 最大的一个 祭祀的一个节日 所以说我们24个集气 它还是我们跟鬼和神 打交道的一个特定的时间 那么到了后来 到了我们现在 我们忽然发现 每到一个集气 在网上 在手机上 大家都在转 又过节了 大寒 小寒 又过节了 大家都在转这个消息 那么我也觉得 我们会说 很奇怪 既不是要去耕田了 也就种地了 那么也不是要去 敬祖先 敬神了 跟神仙打交道了 那为什么 还这么兴致补补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吃 比如说 古雨这一天 我们要吃乡村 乡村是一个 长得树上的 嫩叶子 雨晴乡村 嫩如丝 非常好吃 再比如说 立夏这一天 要吃豌豆 那个豌豆是什么呢 豌豆最好是 带着壳子一起煮 然后不快地去吃它 女孩要吃 为什么呢 那个豌豆壳子 长得像女孩的眼睛 弯弯的 吃了以后 小女孩的眼睛 会长得很漂亮 立夏这一天 要吃豌豆 但是呢 吃 它可能不是 二十四集气 最重要的事情 它仅仅是 用来调节气氛的 让大家对这个集气 向往 感兴趣 它还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阐述 人和自然的关系的 比如说 在雨水这一天 小孩子出去要认干爹 有的情况之下 是认人做干爹 更异负的情况之下 找一棵大树 让他做干爹 找一块石头 让他做干爹 为什么呢 它说希望 人和自然 建立起一种关系 人从自然当中 获取力量 你经常来跟他 讲讲心理话 大自然会给你力量的 在二十四集气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讲究 人和自然怎么相处 人和人怎么相处 人和天地怎么相处 我们人 是大自然的一个环 这个大自然 二十四集气 凝成这样一个 一个不断转转 不断和谐的 这样一个 大的一个循环 我们人 只有是 更加的 有我们的生命 有我们对这个 大自然的热爱 让我们对这个 世界的理解 让这个环 运准得更加圆满 那么这个世界 就会更加和谐 这就是 我这本二十四集气的 这本光阴 所表达的内容 和一些想法 谢谢大家 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 我相信大家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来读一读 您这本书里的文字了 那么接下来 我想给大家 读一小段 关于雨水 雨水这天的清晨 天还没有大亮 雾气 把乡村小路上的人影 缠绕得朦胧而神秘 年轻的母亲 抱着睡眼腥风的孩子 早早地站在路旁 作伴的小狗 在腿脚尖钻来钻去 逼费着 兴奋莫名 远处的公鸡 开始爆笑了 我想说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拿到手里 它是一本很美的书 它的所有的细节吧 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工艺品 甚至是一个艺术品 大家可能离得远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本书啊 这个地方是有五彩线的 是的 这在书的装针上是比较少的 而且它很立体 大家抚摸这个表面 它有24节气的这个音刻 而且还有地球表面的 这种感觉在里边 这里边有地球有太阳 包括这里边所有的 这个每一个节气 它上面的这个图画的设计 大家能看到这个 所有的这个字 它其实是一个星象图 是吧 是的 就像是我们看到那些星座一样 这是我第一个感受 就是它特别美 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 第二个感受呢 我觉得也是我在看这本书的 一大收获 就是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些知识 大家知道这个24节气啊 它不是定天的 甚至定这一天 它也不是定点的 有灵有整的 每个时候我们听天据报说 今年的比如说冬至是 某日的多少多少分 多少多少秒 甚至是 为什么呢 这本书上我终于弄出 弄出答案来了 因为大家看 它每一个节气旁边 有一个度数 写着太阳到达黄金的度数 我特意了解了一些资料 原来才明白 这个节气啊 它是根据这个 上面这不有地球跟太阳吗 地球跟太阳运转的 这个角度 当它那一天乘90度角的时候 那就是夏至 春秋分 冬夏至 这四个点 它是有角度的 运行到这 它就是这个节气 我才弄明白 为什么有灵有整的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既是一本美书 又是给我们很多知识的一本书 好 谢谢 谢谢盛老师 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读书的感动 我觉得它里边 特别吸引我的 是它关于民俗的介绍 其实这些民俗 可能我们都已经遗忘了 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了 比如说刚才 盛老师讲雨水这一天 是有孩子去认 义父的这种传统 是的 那同时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习俗 就是说呢 如果是新婚的夫妇 要回娘家 那他要带上这个 这个女婿的话 要扛上这个两只藤椅 那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把女儿养这么大 现在嫁给了她 她要做两只藤椅 送给岳父母 来表示孝心 那同时呢 岳父母还要还礼 还什么呢 要还一把伞 那我们知道 传统那种黄油伞 是很漂亮的 现在我们也很少见到了 那黄油伞呢 是代表了这个岳父 对于这个女婿的 一个寄望吧 就说我爸女儿 嫁给你了 那以后呢 你要为了妻小 要去在外奔波 那这把伞呢 就要帮她去 叫挡风折雨 对 我觉得这些细节 非常的吸引人 非常喜欢 好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什么感悟 可以随便跟我们聊一聊的 那位观众朋友 二十四节气 包含中国人的哲学 也体现中国人的智慧 这种智慧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个 二十四个节气 它表现了中国 天然合一的一种 哲学思想 人和自然 是怎么的和谐相处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不要去伤害自然 我觉得这是 中国传统文化 和中国传统哲学的 一种非常好的体现 在这里面几乎每一个体现里面 都体现了这样的 中国的这样一个哲学观 CCTV读书之选 光阴 一读指数五颗星 趣味指数三颗星 心知指数三颗星 你有多久没有和土地亲近了 你有多久没有去 倾听小鸟的鸣叫了 脚步匆匆的你 真的该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 来读一读 大地上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要与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 是用一个一个特写的角度 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仿佛浮在大地上 去亲吻大地 去体验大地上的一切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这本书的推荐人 崔海涛老师 有请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说 大地 这个已经很陌生的词汇 可能有些朋友说 大地不陌生啊 我们出了门就是啊 但是抱歉 出了门 你是踩在城市上 我们现在对于土地 对于大地已经很陌生了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应该很少有人 能够真正地去亲近自然 去观察土地上 那些忙碌着的生命吧 我们先来看一些照片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蚂蚁 我想你们都知道 但是你们知道 蚂蚁是怎么垒潮的吗 有一个人观察过 我给大家读一下 我观察过蚂蚁营潮的 三种方式 小型蚁柱潮 将湿润的土粒 吐在潮口 累成九中状 灶台状 粉肿状 城堡状 或松散的风房状 高耸在地面 中型蚁的潮口呢 土粒散得均匀美观 围成喇叭口 或者是全心的形状 仿佛大地上开着的一只黑色的花朵 大型的以筑巢向北方人的举止 随便 粗略 不拘细节 他们将颗粒远远地 闲到什么地方 任意一丢 就像大步奔走的 撒种的农夫 写这段文字的呢 不是研究者 也不是昆虫学家 而是一位诗人 他叫伟案 他有一个好朋友 大家可能更熟悉 那就是诗人孩子 就是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个人 大家知道吧 他们两个都是同时代的诗人 伟案呢 生于1960年 1978年的时候考上大学 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诗人和诗歌的年代 刚开始呢 他就开始创作诗歌 后来转向了散文 开始去亲近土地 做一个谦卑的土地的观察者 那么这本书呢 就是他用文字跟大地建立起来的联系 名字叫 大地上的事情 是一本散文集 里边的语言呢 非常的清新脱俗 可以说 与那些纵横百合的作品相比 这本书应该算是一弯清泉吧 里边记述了作者 对于大自然贴近的体悟以及观察 有他对蚂蚁累潮的观察 有对麻雀捕食的描写 有他对田野和白话林里游走的思考 以及他在乡间对于大学以及日出的等待 我们再来看看作者是怎样描写 三月的 三月是万物的起源 植物从三月出发 就像人从自己出发 温暖与光明从太阳出发 三月是一条河 两岸是冬天和春天 三月是牛犊 马居 羊羔 婴儿和黎明 三月的人信心百倍 同远行者启程前一样 在三月 你感到有某种东西在临近 无需祈求和努力 便向你走来的东西 三月 连婴儿也会胆大 三月的房间最空影子变浓 三月 让人们产生劳动的冲动 土地像代驾的姑娘 周围想着萌芽绽放的生意 三月的村庄向篮子接纳阳光 老人在墙根下走动 总之你感觉三月像一枝花蕾 三月本身就是开放 三月让人想远处 三月有人打点行囊 到了年终 通向乡村的每条大道上 都有归家的人 三月需要做的事很多 可以说这本书的作者伟案 他对于土地有着一种 朝圣般的虔诚 仿佛信仰 但非常遗憾的是 他在一九九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十年只有三十九岁 但是他的文字呢 却让很多诗人为之 积极较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王家新这样评论他 说伟案把麦蒂树林 冬日的小灰雀 连同自己质补的生命 一起带入太阳的光流 伟案不仅安息在丰盛的麦蒂当中 特意将永远活在金子一般闪耀的 他的语言里 他的语言目击了创造 我们再来看林蒙怎么说 林蒙说 伟案以文字的简约与质谱 关注人类文明的永恒情怀 和人的内在精神的延展力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种通过他这样优美的文字 拯救不断被破坏的人类文明的可能 谢谢您刚才的话 我曾经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 咱们有多久 没有真正的与泥土接触过了 来 我们这位朋友 来 这位大姐您说一说 我虽然是在北京 但是我也是属于老家 是在江苏那边的 所以呢 也是有一两年的时间 没有回老家了 就是这样的 但是在北京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会带着 周末啊 或者是假期的时候 会带着孩子去郊区的时候 但是真正的去接触泥土 接触这个大地 可能还是有很长时间了 没有 在泥土里面 劳动 这样的经历 最近的一次 大概就现在有多少时间 也就是种地 种地呢 就是小时候的事了吧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我考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除荷日当午这首诗吧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除荷为什么日当午吗 下午行不行 早晨行不行 为什么要挑那个最热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我有一个特殊的经历 就是我在北京旁边有一块地 我真的去耕种 大家可能一两年没耕种 我是前两天 就是秋天的时候 我还在刨地 你说的那种苍茫感 我太有体会了 那种苍茫算什么 就这么大一块地 你要是刨开了 那才叫苍茫的 你觉得自己特别的无助 除荷日当午的意思是 除草 草呢 是必须得在中午除的 有小朋友在 你要记住 有人说阴天除多好啊 我多凉快啊 必须得把它刨出根来 然后呢 把它晒死 对 这个草才能死 但是人很累啊 你想到夏天呢 在最热的时候 你去除草 有一天 我穿着衬衫 夏天的时候 那个汗呢 就顺着衬衫要往下滴 我本来是要读书 但是我读不下去了 我去干活 干完活的 干了也就这么远的距离 我就干活又干不下去了 又回去再看书 那个瞬间我才知道啊 人们常说耕读传家 这个耕真不是好干的 就在美安这本书里面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特别触动我 就是他写到湖风啊 在了窗户外面 马蜂窝 那么他觉得他们很辛苦啊 他一直在记录它 然后为了就是 奖赏他们的这种辛苦 他就把一个 蜜 基本上吃完了 一个空罐子 里面还有剩余的蜜罐子 放在窗户外面 让他们吃累了以后 来吃点蜜 结果 他干了一件坏事 有一些马蜂啊 受不了这个诱惑 到罐子里面吃蜜了 第二天他看到 整个那个马蜂 打成一团 第二天他看到 地上露了十肚子 死掉的马蜂 然后他在日记里面 对这个事情 深加忏悔 那么他这种忏悔 其实也挺打动我的 这就是放弃了 人的自大 放弃了人的忠心 所以其实在读完这本书啊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 我们的一个深深的体会就是 当你看完这本书 有和尚这本书 你只能这样仰头望着天 然后深深的叹一口气 天 我们每天都见 但是 你真正的 看见过天空吗 所以这就是这本书 带给我们的一种 心灵上的触碰 好 再一次谢谢崔老师 谢谢崔海老师 谢谢 以我们的分享 谢谢 请多做 CCTV读书之选 大地上的事情 一读指数五颗星 趣味指数五颗星 心知指数五颗星 大观园里并不全是春恨秋悲 在重要的节气里 他们也有热闹和淘气 不过这些热闹和淘气 总被赋予了一种风雅的趣味 走进《红楼梦》中人 一起分享《红楼梦》日历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 第三本书呢 与日历有关 我们常听老人说啊 老黄历了 老黄历了 那我们小时候呢 看到过的日历很有意思 在墙上 每天都要撕下来一张 上面写着 仪 嫁曲啊 动工啊 祭 这个祭祀啊 或者是破土啊 这些 然后到后来呢 变成了这种一卷一卷的 到了过节 我们不相互赠送的 这个挂历 再到后来呢 就变成了台历 以至于到现在呢 我们的手机上呢 都会有这个电子日历 日历的APP 那么在2010年呢 我见到过一种日历 这个日历特别有意思 非常的精美 叫做《故宫日历》 在2016年呢 又出了一本 非常有特色的日历 叫做《红楼梦日历》 那么文学巨著和日历 他们两个搭档在一起 会产生什么样的 化学变化呢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魏林芝老师 与我们分享 《红楼梦日历》 我们看了《红楼梦》之后 为什么还要来看 《红楼梦日历》呢 今天呢 听了申老师和崔老师 两位老师推荐的 这个光音和这个 大地上的事情之后 我越发觉得 这个《红楼梦日历》 很有价值了 为什么 因为刚才他们讲的都是 我们关注天气 自然 节气和大地 但是我们城市里边的人 反而每天不能够 天天去接触到这些东西 但是 在《红楼梦》中 它最特别的一点就是 这个甲府 作为一个已经历经百年的 百年富贵生活的 这么一个家庭 他们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其实呀 他们也特别的重视 节气 所以说呢 我们说《红楼梦日历》是 生活中的《红楼梦》 那么我们这个日历里面 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过 《红楼梦》中的生活 过了这个春节之后呢 很快就是 春风 雨水 然后就是清明 那么到了三月 正好呢 就是花红柳绿 这个春天到了 那么大观园里面的 这些公子小姐们 他们要做什么呢 可能他们不会去 田野里面杀野 那么第七十回呢 就讲到了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 藕提 柳绪瓷 那么在这一回里面 其实就是介绍了 这个大观园里面的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这一个月的生活 那这一天呢 突然 这个史湘云的丫鬟 翠吕 就过来报告说 说哎呀 说二爷啊 有好诗看 宝玉一听说 有什么好诗啊 这个翠吕就说 说哎呀 你快去 庆芳亭那边 他们都在那儿呢 这贾宝玉一听 精神里头就来了 赶快的就 苏西打扮起来 跑到庆芳亭 大家看过《红楼梦》 知道 庆芳亭是一个什么地方 它是林水的 一个亭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恰好 桃花盛开 非常的漂亮 黛玉啊 香芸啊 宝琴啊 都在那里等着呢 读的是什么诗呢 是林黛玉的桃花行 林黛玉是非常敏感的人 他是一个诗人 那么他就写道 桃花莲外 东风软 桃花莲内 沉庄懒 莲外桃花 莲内人 人与桃花 隔不远 前面这一句一看呀 哎呀 觉得春天的气息 就扑面而来 里边还有一种 村民不觉小的 这个困乏感 那个贾宝玉一念 就觉得哎呀 说哎呀 这是林妹妹的事 那么他们其实是要开玩笑嘛 就说这不是的 这可能是宝琴的 他说不对 这肯定是林妹妹的 就是这首诗里面 已经带出了这个 林黛玉的性格 那么这个时候 史湘芸就开始张罗 说你看 从去年之后 我们这个海棠诗舍 已经散了一年了 那么这一年来呢 我们都没有结社 因为事情太多 那么今天呀 正好是叫逢春生盛 日子非常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海棠舍改成桃花舍 我们重新来 一个集结起来 而作诗呢 这么一说的话 大家都很响应 这一天呢 这史湘芸 很无聊啊 然后就看到这个柳絮 飞来飞去飞满天 他就自己拟了一首 叫如梦令的一个小调 就是一首词 那么这首词一拿出来呢 大家都说 哎呀 说你看 这个葱葱太葱葱啊 林花卸了飞红 春红 如果我们再来 再不来起社的话 这春天就要过去了 所以呢 赶紧就召集大家 又到了林黛玉那 林黛玉呢 说好吧 那我们这样也很好 赶紧就备了点瓜果 鲜酥 然后放在这里 把大家都召集起来 就开始做柳絮词 那么这个柳絮词呢 是其实是非常经典的 我们很多人 可能都熟悉 其实呢 这个作者曹雪芹本人啊 他也是想借这些 主人公的这个诗词 来去预示 他们的性格和命运 你看看啊 我觉得大官员里面的人 他们有意思在哪里呢 就是作诗啊 写词啊 这是他们的日常游戏 他们一看 哦 这个柳絮飞来了 很有感觉 他们马上就会 写在这个纸上 然后形成词 然后拿去和自己的 同好们去分享 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那么你看 这个探村 写的就是 空挂千千缕 图锤落落丝 也难 晚戏 也难击 任东西南北 各分离 我们知道探村最后的命运呢 就是远嫁 然后离开家乡父母 很远 那么他的这个 叫柳絮诗里面 也是表达了这个意思 可是呢 探村写了一半 没写出来 这个贾宝玉呢 时间已经到了 因为他们写诗 是要点这个叫梦香田 一租香结束 可能这个时间就到了 你就不能再写了 那么贾宝玉呢 看到这个探村写了一半 没写完 他倒去补上了 他自己没写出来 他给探村去补上了 他说 落去均休息 非来我自知 其实那这里面 隐含了贾宝玉 对于探村的一种 命运的一种呼应 这是当时后来 洪学家解析的了 说 因愁谍眷晚方时 纵是明村再见 隔年期 其实它是一种呼应 就是前面探村觉得 自己将来可能会 不知道到东西南北去 这个贾宝玉 好像预知到了 这个事情一样 说 纵是明村再见 隔年期 这是探村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林黛玉的 它是一首唐多令 柳絮 粉朵百花粥 香残燕子楼 一团团 足队成囚 漂泊一如 人命薄 空前泉 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 少华 静白头 探今生 谁舍 谁收 嫁雨东风 村不管 贫耳去 忍烟流 其实这特别像是林黛玉 自己命运的写照 她自己一向是自怨自艾 觉得寄人篱下 非常的不幸 那么她的各种诗里面 词里面 这种情绪流露的也非常多 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女主角 叫薛宝猜的 薛宝猜就说了 说这里向来文人去涌叹的时候 都是说她很哀伤的 很离别的 很无根的 那么我今天呢 我偏偏不这么写 要那么写的话就落了俗套了 看她怎么写的呢 她写了一首 林江仙 柳絮 说白玉堂前 春节舞 东风卷的均匀 这个好像是 薛宝猜自己做人一样 东风卷的均匀 人人都说她好 风团叠阵 乱纷纷 几层随逝水 起鼻微防称 万缕千丝 终不改 任她随聚随分 少华修孝 本无根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薛宝猜啊 她给了柳絮 另外一种含义 她说你不要笑我 说是这个 好像没有根一样 那恰好呢 风来的时候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大家知道 薛宝猜 借助在甲府 她一个意思就是说 她要入宫待选 她是有这个任务的 所以呢 她也是在等待着 她的东风来了 然后可以让她 有更好的这个 前途和命运 所以这个里面 也是隐含了这个 薛宝猜的这个 这个性格和命运的 那么我们呢 其实 我们这个日历 诗词呢 是她一部分 这是今年的主题 那么我们呢 也是根据 《红楼梦》中 她的不同的 从生活中 来看的这些主题 每年呢 会以日历的形式 来呈现 比如说可能 我们会把她的 金雅生活 那是15年的时候 我们是以 金雅生活为主题 来去 把这个 《红楼梦》里面的 关于生活方式的描述 都给大家呈现出来 就是提醒大家 每天到了这个时节 那可能我们就要 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同时呢 也要注意到 我们在生活中 讲究一些细节 比如说 贾宝玉要去给 炭葱送一盘鲜栗子 她不用别的容器 她一定要找那只 说白蚕丝玛瑙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配鲜栗子 最是好看 然后呢 等到院子里 桂花开的时候 她一定要先 折了两只 用那个连珠瓶 大家有没有见到过 是古代的一种 就是很漂亮的 一种气形 一种瓷器 用连珠瓶插了桂花 去送给老太太 贾母和她母亲 王妇人去 先赏文 这样一表示她的孝心 所以说呢 古人是特别讲究 那么到了秋天的话 我们赏菊花 吃螃蟹 吃螃蟹的时候呢 一定要背出 很多物事来 比如说 只要有这个菊花叶子 桂花蕊 或者这个绿豆面子 来洗手 因为这个呀 去腥味最好 同时呢 一定要蘸姜醋 因为这个 螃蟹的这个 性是很寒的 那么一定要蘸姜醋 来去温补 同时要配上黄酒 来小酌 那林黛玉呢 她的胃特别不好 吃一点这个螃蟹腿啊 可能就胃疼 所以呢 他们也给他背了这个烫得热热的烧酒 来给他喝 所以你看啊 甲府的人 他对这个食令 节气 他的关注 是要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来体现的 所以我想呢 就是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 可能呢 就是读一本《红楼梦》呢 比较困难 因为百十万字 时间要很长 但是呢 每天能够去 读一页这个日历 然后呢 把自己的事情记下来 看看今天该吃点什么呀 该这个 用点什么呀 那可能也是一种提醒 我们说呢 让这些美好的东西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进入到我们的心灵之中 这样我们呢 精神上就可以 过得更高贵一些 谢谢 谢谢 这位老师与我们的分享 我们常说 为做新师 故做仇 听了您刚才的 与我们的分享之后呢 我们发现 大观园里的这些人 他们是非常浪漫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特别想问问您 就是在这样的一部 日历当中啊 我其实觉得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就是像我们现在 很多孩子坐不住 大部头的书啊 他没有耐心去读完 然而 像这样精美的日历呢 他每天 我觉得有兴趣了 就像是邂逅一个 这个友人一样 他会随便一翻 翻到这里 然后一看 对应的是这个时节 他的记忆会更深刻 他的理解 会更透彻一些 您对这个 这样的一种设计 最初的这种模块的设计 或者说一种碎片化的 一种精致的这种整理 您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就是最初的一种设计 其实我们最初的想法 就是想让每个人都能做成 红楼梦中人 我觉得你说的太妙了 其实呢 我们的生活现在太碎片化了 可能很多知识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临心地记得一些 节气的常识 我们知道一些养生的知识 我们了解一些 对于美好的一些感悟吧 比如像诗词这种感觉 但是呢 可能他都不系统 那么我们是希望呢 通过在一本日历里面 能够像一个朋友一样 能够陪伴着你 我们平时对日历的那种理解啊 就是放在桌子上 今天几号了 鸡血 明天几号了 就是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日期 但是现在就是像黄东梦这样一个 他时刻地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是值得我们去过的 是不在我们身边的 是离我们很远的 我们和美好的生活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这个我觉得这是这本日历啊 可能时时刻刻地 每天在提醒我们 是不是过得太匆忙了 太粗糙了 我读这本书 我觉得我可以给它这样一个注解 叫做 365天 每天路过大观园墙外 黑红楼梦中人读诗 我觉得是这本书一个最好的注解 就像你说的是一个碎片话 我翻开 可能今天你只有这两分钟的时间 你把它翻开 读到这首诗 看到了 比如说宝钗的那首诗 你就会一下被拉回到那个 不是拉回他们中间 是他的墙外 你听到他在读那首诗 写那首诗 然后你就会瞬间会产生 对那个人物的看法 因为他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在节目结束之前呢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句话 来自于庄子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居过隙 忽然而已 我希望我们大家拥有的是时光 而不仅仅是时间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CCTV读书一周榜单 CCTV读书之选一周书榜 光阴 作者申父于 大地上的事情 作者伟岸 《红楼梦日历》 作者《红楼梦》 惊雅生活设计中心 好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收看读书 我是丁熙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